從這隻狗狗友善的眼神和親切的笑容 很難看得出 牠其實曾經是一隻終日愁眉不展的慘樣狗狸 還背負著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 牠的名字叫皮皮 是一隻堂狗 今年8歲 在一些人眼中 牠的外表不算好可愛 以前經常愁眉苦面 又不懂得跟人互動 身體亦有不少毛病 所以在領養中心期間 差不多等了兩年都沒有人領養 直至遇上Carvin和Daniel兩夫妻 我聽職員說 那時職員說 這隻小狗在愛協道留了兩年 剛好救回的時候 在上水被人救回 被狗咬傷那條頸 也有很大的傷口 會有心絲蟲 烏鷹蟲 有傷口 牙又咬到崩了 沒有牙了 所以都留在醫院差不多一年 然後才去兇名 然後才去兇名 然後到那時 就已經在小房子裡 留了一年 都沒有人有興趣去看牠 所以那邊的職員是特別疼愛牠的 因為牠很乖 但因為年紀大 還有樣子不是很可愛的 所以不起眼 而且牠很安靜 所以等牠很久都沒有人要 Carvin是養狗新手 原本想領養玩具龜虎狗 這類小小的小狗 但緣分就令Carvin成為了皮媽 其實我自己都不是第一眼看牠 我去到我第一次養狗 都打算是找小狗 都是有隻Poodle的照片 上網 打算去看那隻狗 那些職員就說 看這隻Poodle其實 都很多人應用了 你都要看看你合不合牠 才會給你 我朋友就說 其實人家都這麼多人要 不如看一些沒有人要 沒有審核中的人 那些狗 我們一邊看一邊看 都選了幾隻來相處 那些小狗就太活躍了 太多電要放了 我們新手就不會處理 然後繼續在那邊走 有個職員就說 你想有隻狗陪你看電視的 不如找皮皮吧 Carvin當初見到皮皮 都不是一見鍾情 覺得牠經常受微苦面 眼神藏著一絲絲的幽怨感 但相處一段時間後 慢慢發現 性格溫醇浩靜的皮皮 正正就是牠一直想找的狗 第一印象是 這隻狗很慘 很老 很大隻 我就經過了牠的房間 想不到 原來這就是牠們介紹的皮皮給我 牠們的樣子沒有這麼多笑容 可以大家看到牠 都會覺得牠是一個很慘的狗 因為牠是皺眉 經常都皺眉 所以我就說 好啊 出來相處一下 一出到牠就像這樣 牠就很定 我就說 是這隻狗 我就是這樣 領養皮皮的時候 領養中心職員提醒Carven 皮皮又長期膀胱炎 還會經常復發 要花不少洗費 買藥和補充品給牠吃 但在Carven的測飲之心區市下 計好每個月大概的開支洗費之後 覺得還負擔得起 所以決定領養皮皮 你又見到牠 你又不忍心 我朋友都會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 領養好像七歲 我都說 七歲都要家裡的 要不然牠怎麼辦 你計算一下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 無法控制 你又不是無法控制 你是不是買少自己的東西 都是買些東西給牠 帶了皮皮回家之後 Carven除了嚴格遵從秀醫吩咐 定時為皮皮吃藥和補充品之外 還開始為皮皮學習主先食 因為老狗 你要吃關節 醫生有骨粉 維他命 還有膀胱的食物 還有益生菌 每個月都要買很多給牠 現在我們就開始適應 準備先食的步驟給牠 主定一大堆食物 每天早上煮鹽 再加醫生要我們給牠的濕權能 拌完一碗就給牠吃 牠不太喜歡喝水 所以經常都會復發 現在先食會有些 煲完雞的水 牠都會喜歡喝多了 所以就會舒服些 皮皮的膀胱炎 除了要靠藥物和補充品去控制之外 Kavin還有每天定時大皮皮落街小便 最少三次 才可以確保牠不會忍小便 減少牠膀胱炎復發的機會 因為牠不可以在家小便 牠不喜歡 就算忍多久 忍二十個小時都不會餓 因為譬如壞電梯 走雷下雨 你不能出牠 牠都不會在家小便 所以我們平時一天 起碼跟牠駕駛三至四次 如果放假可以駕駛多轉天 這樣就確保牠不會隱憐 不會再犯法 試過以前復發是凌晨三四點 你要隔起來 下去街凌晨四點鐘 在街上走一個小時 因為讓牠駕駛清 牠又不舒服 又回到上樓又要再駕駛多次 那是辛苦 牠也辛苦 經過Calvin一年來的悉心照顧 皮皮慢慢躺開心肥 又受美心所的憂窩小生 變成京城笑口齊齊的陽光大男孩 還學會到處交朋友結有 大致上你見到牠都很開心 整個人好像有希望 牠會對著所有人都很好奇地笑 牠最大的分別就是 牠開始會跟其他狗相處 你見到好像 你認識交朋友 好像看著牠長大 那都很開心的 Calvin希望皮皮的改變 能夠令大家相信 只要主人願意花多點時間和精神 關顧狗狗的身心健康 不單止狗狗 就連主人的生活 其實都會有正面的改變 多了皮皮之後 會主動和人聊天 去到咖啡店會和很多狗媽媽分享 我以前不會這樣做 都是牠交識給我們 生活習慣 就因為牠而變成健康了 很早起床 你一直要牠就要負責任 要看著牠 牠不舒服 牠要用多少錢都盡力 因為牠健康 你都會健康一點 牠健康 你可以多點時間休息 如果牠不健康 你就會很貧放 而且牠一健康笑 其實你都會很開心 你都覺得 值腳值腳 就是這樣